Cin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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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LiS實驗室 我是胡宗謙女 岩巴 哇 紀我上次推出了這個10秒鐘煉黃金的影片之後 大家真的反應非常熱烈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很好奇 就是那個魔法石裡面究竟我們放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可以讓這個銅牌變成金牌 那今天呢 我為大家帶來一個機密的行動 告訴大家如何在最簡單的方式練出黃金 也就是有三個步驟練出我們的黃金 那接下來大家看看到底是哪三個步驟吧 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我們今天準備的什麼材料囉 好 第一個材料當然練金術最重要的就是要練的東西 但是今天我們不練銅牌 我們練銅板 這個比較小練起來比較快 而且比較省時間 大家在找這種銅板一塊錢 要找一塊錢喔 一塊錢銅板的時候啊 記得找比較新一點的 像這種比較亮的一塊錢 如果找到比較髒的那種舊舊的一塊錢 它練起來還是不會有那種金光閃閃的感覺 OK 好啦有了要練的這個銅板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魔法水啦 那魔法水第一個有水 接下來第二個魔法的主要成分就是這兩罐啦 第一罐是我們的鮮粉 第二罐是我們的綠化鮮 一樣大家不要覺得這個東西很可怕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邊找 一樣可以資訊給我們 我們會告訴大家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 拿到這兩個東西 好 接下來呢我們準備了三根小湯匙 到最後用來混購我們這三個魔法的成分 好啦那最後呢我們就是有要加熱魔法水的東西 設備就是我們這個小小的瓦斯爐 大家如果家裡沒有這種小小的瓦斯爐 大家也可以拿家裡面自己的瓦斯爐 或者卡斯瓦斯爐等等 連加熱的東西都可以 好那這個杯子呢就是用來混合我們等一下魔法成分啦 那東西都介紹完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實驗的安全作詞 手上的手套跟眼鏡甚至是我們的實驗椅 最好都能夠穿起來 好啦那我們第一步結束 我們接下來就看看我們的第二步驟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到了我們的第二步驟 就是我們來準備我們的魔法水啦 好啦魔法水的準備呢 我們就先拿我們這罐綠化鮮 先大概以三湯匙左右 就是這個湯匙大家應該都找人要啦 如果大家家裡面有秤的話也可以 秤50克的綠化鮮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是用湯匙 就是湯匙就大概三個米匙就好了 好加完三個湯匙的綠化鮮之後呢 我們就加三湯匙的水 不好意思 這加應該是四湯匙的水 就是三湯匙的綠化鮮配上一湯匙的水 差不多就是五湯匙左右 就是五湯匙配上五湯匙的綠化鮮 好接著呢我們下一個步驟就是把這個東西先加熱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先加熱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煮到它滾為主 我們等一下要在它滾的時候 我們要加入我們的銅板 還有我們的鮮粉 好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沸騰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就用 來一根線湯匙用湯匙的後端去挖 心粉挖一點點 大概是四到五顆左右 然後把它倒進去 然後它會噴進一點起來 所以也行 然後倒下去之後呢 就再馬上把我們的這個銅板放進去 好差不多你看到這個裡面的液體 剛剛原本是混沫的 然後現在主要澄清了 這時候通常就差不多了 我先把它火關起來 然後輕輕的把我們的 提著這個很燙要小心 然後我們剛剛這個小匙來 把我們的 沸騰加起來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它已經變成 銀色了 對吧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要那些 放進去的東西 好吧 這已經完成我們的第二步驟了 就是我們做成的一塊 銀色的塊錢 在變成金色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它到底是靠什麼原理 可以讓一個 紅板變成一塊 銀色的紅板 讓我們進一下小小講解吧 好啦 那究竟為什麼銅幣可以變成銀幣呢 它其實利用了比較簡單的 氧化還原的原理 這次呢 在我們的實驗裡面 我們的溶液裡面 擁有相當多的新離子 而這新離子呢 在我們這次實驗條件之下 會跑到這個 銅幣的表面 變成 新 你就會看到呢 這個銅幣呢 慢慢慢慢就會變成銀幣啦 而這個銀幣並不是它真的有銀 而只是在銅幣的表面上面 多了一層的 鑫 所以你會看起來它像是銀色的銀幣一樣 所以銀幣的效果其實就只是銅幣度鑫啦 而銀幣呢 又是怎麼變成金幣的呢 銀幣在經過加熱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它變成黃金色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啊 原本表面有一層這個鑫的這個 銅板呢 它經過加熱之後 表面這一層鑫跟裡面的銅 做了一些混合 所以就形成了金色的黃銅 而這個黃銅看起來其實就像是黃金啦 所以呢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說 真的煉出黃金的 這其實是我們的黃銅 大家呢其實在那個五十塊上面 看到的那個金金的其實就是黃銅啦 大家也可以自己回家 從手邊找我看有沒有黃金色的東西 說不定其實就是黃銅喔 好啦大家剛剛應該聽完的這些講解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這個銅幣呢 能夠變成銀色的之後用味道會變金色的呢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第三步驟啦 就來趕快拿去變金牌吧 好啦 就先開火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銀牌呢 放到這個火上去烤一烤 然後在烤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喔 它原本是很銀的 它開始慢慢有點變色 開始有點變 有點帶帶金帶的 那種顏色 好到這個顏色之後 有點金金的時候呢 就可以拿起來光火 接著呢 把它放到水裡面 好清脆的聲音 放到水裡面呢 降溫一下 然後 拿出來 你就會看到 快 很漂亮的金色可以快一點的 對吧 跟原本的銅板 我們來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哇 怎麼差這麼多 對不對 好啦 那大家應該今天就 很簡單的學會了 如何讓你的這個銅板 變成金色銅板 那大家記得這個金色銅板有沒有 如果 大家沒有要用的話 就是玩玩的話 記得就讓它恢復原狀 如果放久的話 它可能就會慢慢的 變為銅板的顏色 或者說 你再繼續把它放到火上面 去烤一烤 讓它恢復原本的銅板 不然 這樣會回甩地 我們台灣就這樣少一個 可以用一塊錢的 大家就把它烤一烤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的 變回原本的樣子 好啦 那希望大家不要太想我 然後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